历史经验表明 对话协商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唯一正确出路 如果对话推进顺利 半岛局势就会相对稳定 如果对话陷入停滞 甚至出现倒退 半岛局势就会紧张升级 我们呼吁美方拿出行动 体现诚意 切实解决朝方正当合理关切 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